明星上当老板 那需要的可不只是经济头脑 更要过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日前小S自家面包店就惨成剑拔 由顾客买回面包后 疑惑香气为何精准不散 进而对成分进行了检查 而仅发现一直标榜纯天然物添加的面包中 有人工香精成分 您看这上海分店的人均消费 三十多块钱一个的面包 竟然和普通面包无异 难怪网友们对小S群起而控制了 虽然这黑心商贩是人人都得而诸之 但小编还是要弱弱地说 一句这面包店的老板 可是小S老公徐雅君啊 如今小S恐怕也算是大夫受过了 谁让你几个月前还在上海店开幕式 高调造势呢 更何况虽然面包店长已经关门歇夜 经承认错误 但小S夫妇 你们这幕后老板毫无表示 也有点缺乏诚意吧 而这个香精七克事件 也赤裸裸地教育了一众明星 开店有风险 带人虚谨慎呀